中国和日本因尖隔列岛或称钓鱼岛主权问题引起的争端 近日来持续升温 除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不断指责日本之外 中国军方最近也两度向日方发出警告 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 10月31号星期四严厉指责日本跟踪和干扰他所说的 中国海军最近几天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正常军事演练 日侦察机 多次进入中方演习区进行侦察 此外在中方参演兵力正常航渡期间 日自卫队舰机还持续实施高强度的跟踪侦察和监视 杨宇军还警告日本停止他所说的挑衅行为 否则后果自负 中方严正要求日方认真反省 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 停止一切干扰中方正常军事演习的行为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承担 中国军方称海军这次举行正常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的位置 在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有关海区 但没有说明这个海区是否临近日本领海 或是否接近日本称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间隔列岛 日本方面说中国军队正在间隔列岛附近水域和空域高调举行军事演练 日方已派出战机和舰船高度戒备 另外据报道 日本自卫队已经接到授权 将不听警告进入日本领空的无人机击落 日本首相安倍10月27号在一次自卫队检阅仪式上说 二次大战后日本成为一个繁荣与和平的国家 国人应以逆为荣 但日本绝不容忍国家领土主权被武力改变 让我们为国家的福祉与繁荣团结在一起 决心永远保卫国家领土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燕生 10月26号称 日方如果击落进入钓鱼岛上空的中国无人机 将属战争行为 中国会予以还击 如果像日方所说采取击落等强制措施 那就是对我的严重挑衅 是一种战争行为 我们必将采取果断措施 予以反击 美国视日本为坚定盟友 华盛顿已明确表示 不会在亚洲国家主权问题上选边 但也不会容忍相关国家 以武力解决主权争端 美国真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十几公里 是